多伦多佛光山日前是迎来一场十分有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 不同宗教也能够尊重生命的多元 来自安省中部的天主教高中师生参访多伦多佛光山 辅导法师如安法师亲自来迎接 透过法师们的讲解说明 学生们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认识有了更深的体悟 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做小事 多伦多佛光山辅导法师如安法师 为前来参访的学员们介绍基本佛教礼仪 并教导在座的每个人简约的学佛行仪 同学们认真听着法师讲解 双手前程和时 法师还示范手笔佛教硬指 学员们依照着师父动作学习 最后指导学员禅坐 让大家在课后学会放松自我 一连串的学习 让大家完成这次特别的佛教体验 开启学习的大门 多伦多佛光山开始接纳各地高中学校 前来学习佛教课程 这次的参访是来自安省波尔顿的 圣迈可天主教学校 共有学生和老师40多人 透过不同的文化交流 让师生们体认到尊重生命的多元 师生们获益良多 这次的课程安排相当多元 除了做道场的介绍之外 如安法师规划了一场 以三好为主题的学生教学互动 学员们成竹地到各处找答案 彼此交换心得 也对佛教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人间卫视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导